四個需求 那一樣啦 反正就是先開106的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你從網路上找得到 那個我們的 就是雲端上面 找106下載一下 裡面會有三個圖檔 其中一個是TIFF TIFF是完成檔 它裡面已經不能再做修改 能夠修改的只有PSD檔 所以你把這三個檔 拖拉到那個Photoshop裡面 灰色的地方就開起來了 完成的結果就長這樣子 那基本上會有幾個重點 一 它實際上就是這個水管 要把它做什麼呢 做那個 有點像是去背 去背完之後呢 有點像之前那個吉祥物 吉祥物裡面的東西 把它全起來 丟到哪一個呢 丟到一個背景 這個背景的話呢 其實就這一個啦 這個水管 那水管複製丟到一個背景 然後背景部分的話 他要我們把它背後本來是像一個春天 光鮮亮麗 把它改成像冬天 有點像灰灰暗暗的 甚至呢 有一點感覺PN2.5很嚴重的樣子 有沒有 好像有灰蒙蒙的樣子 那再來最後就是 把那個水管這邊做有點像流水的效果 在後面做一個跟它一樣的東西 不過它是比例縮小 然後讓它透明度降低 有點像好像看得到 好像看不到灰蒙蒙的嘛 因為空氣污染太嚴重了 OK 有點那種效果 因為剛好現在 最 好像大家最關心就是那個空氣污染的問題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完成的畫面 怎麼做 這個PSD01 這個檔制背景圖 它其實就是這個後面這一張 但是你會發現喔 差別很大有沒有 哪個地方差別 那背後變得很模糊有沒有 這個這一張沒有那麼模糊 還有看到腳踏車 還有看到這個樹葉 可是呢 我希望把它變模糊 可以說模糊裡面有很多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要怎麼樣把它模糊掉 那這個地方會需要用到什麼 這些濾鏡 那哪一個濾鏡比較適合 可能你們可以都可以玩玩看 這些濾鏡裡面有沒有 模糊掉喔 那其實最常用到 可能就像類似高濕模糊 那這個高濕模糊可以做出什麼效果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那個 照相 照相的時候呢 背景模糊掉 那個模糊掉的話 實際上就有點像是 那個要景深 如果你有學過攝影的話 就比較清楚 景深變淺 變淺的話 後面的東西就變模糊掉 只有主題變得很清楚 有一點model model拍照的時候 人很清楚 背景模糊掉了 但是呢 如果說你拍照的時候 你會發現如果你要有景深的話 通常需要用什麼 用單眼相機 大部分大部分的像手機就沒這個功能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沒有這種景深可以像單眼相機這樣子 那你可以後製 所以後製就是可以把背景變得比較模糊 OK 那模糊怎麼做 也許你可以玩玩看這邊的話有那麼多的模糊 像高濕模糊啦 動態模糊等等的 你可以先試做看看 另外的話 各位可以比較一下這個背景 灰蒙蒙的 所以要怎麼變灰蒙蒙的 其實你可以影像裡面有個什麼 這邊的話 你可以找找看影像有沒有辦法調整 那調整哪一些東西 其實最常調整 如果你要把像夏天春天這種亮的感覺 變成像冬天 寒冷高尾度的感覺的話 其實你可以改什麼呢 色相飽和度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飽和度 現在因為光線越強的話 其實飽和度很高 所以你會發現光線很亮 你會發現你看什麼都感覺很亮 哇 整個亮起來了 這太亮了 但是如果你光線不足的話 你會發現看什麼都很灰暗 OK 所以人也是一樣 你的眼睛要明亮的話 你看什麼都感覺很漂亮 但你眼睛不明亮 你會看什麼都灰灰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怎麼變灰 有沒有 飽和度可以降低 另外明亮度可以降低 也可以讓它感覺更暗 OK 好像感覺太暗了 不過這個地方我想各位調一下 沒有 這一題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盡量符合題目要求 跟完整檔越接近越好 OK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 你要對於這種很多細節敏銳啦 另外可能還要什麼呢 在濾鏡裡面可能是不是再把雜訊增加一點點 增加雜訊有沒有 讓你感覺好像 那個空氣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希望營造這種氣氛的話 你就需要對於Photoshop裡面很多功能都要很了解 這邊是給各位提示啦 你也許可以玩玩看 那這些效果都是足以讓你將來 每一張照片有不同的風格展現 OK所以這地方的話也許可以先玩玩看 另外的話待會這個水管 我希望因為它背景不是白色的 可是我希望快速的選完之後放到背景來的話 還記得吧 之前我們是用的魔術棒工 不過你會發現快速選擇魔術棒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比較簡單 當然你總可以試試看吧 反正就是點點點 它會一直擴增擴增 然後也可以選外面然後把它選完之後 丟到我們的背景這邊來 OK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第一個 先開啟這三個檔案 第二的話呢到雲端上面看一下 題目檔裡面的話它有這說明總共會有三題 它說要把那個水管的部分複製 而且不能夠有明顯的破綻 就是像狗咬的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像吉祥物這樣子 第二的話呢處理背景讓它的 說叫模糊 叫模糊不會很抽象要多模糊 這個可能請各位試試看 那沒有這麼濾鏡裡面有很多模糊功能 還有呢色彩的飽和度 不高 不過它好像沒有講到說要增加雜訊 不過你也可以試試看能不能把那個雜訊的功能加上 另外再處理那個水流出來的樣子 最後的話呢就是把那個水管的部分 再複製一個 貼到那個後面去變成60% 並且把不透明度調整 60% 讓它變得有點不透明 就半透明的狀態 OK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一題的話呢我們待會再來看 現在下課休息一下 第一步的話就是把那個水管 複製貼到那個 背景 然後呢它的圖層 叫圖層1 那所以也不能有破綻 所以基本上我們大概就是用幾個方法 不外乎就怎麼樣 我先把它的選舉區先取消一下 那如果要選比較快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快速選舉跟魔術棒 我這一題的話兩個應該都差 只是差別用魔術棒的話 可能你要用新增模式 你不能用一直 必須要增加 選取 你不能說點下去 再點一下又消失了 所以你永遠選不到你要的 那怎麼辦呢 你要用新增 增加 這樣才可以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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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看起來好像 你要點很多次 所以我們可能換另外一個方法 好像比較快一點 取消一下 我們用那個快速選取 那快速選取 就不需要 它預設就是加 所以你只要點一下 點一下 他會不斷的擴充 你會發現這一塊 好像顏色差不多 他就幫你選起來 這一塊 他幫你選起來 這一塊 這一塊 不過過頭了 這一塊 OK 但是你會發現 這一塊好像 因為他顏色好像跟外面太接近 所以 被已經被選進去 所以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它 用那個選取 反轉一下 但是反轉漏掉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可以 再把這邊加進來 所以加 我記得 再點它一下 點這邊一下 把這一塊 再選進來 這樣好像比較快一點點 那選完之後的話 應該有一個細部沒選到 所以細部的部分 我們用什麼 套索工具 那套索工具的話 配合 Ctrl加 Ctrl加 就是放大 那你會發現 蠻多細節 其實都沒有選到 像這一塊 有沒有 突出來這一塊 其實就是要加選 所以從裡面 繞到外面 然後呢 記得怎麼樣 這個地方 一定要加的模式 不能用增加 新增模式 所以一定要點這個 這同學最常發生錯誤的 然後把它從裡面 繞到外面 然後呢 手不能抖 一定要很穩 很穩 很穩 不然的話會有 苟啃的效果 OK 這時候的話 當然如果你實在是很盡力的 可是呢 這個地方還沒到這邊你就已經開始 不太OK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先繞回去 等一下再繞回來 不過大概選一下 繞一圈 放開 這一塊就進來 如果這邊還不OK 你可以再Ctrl加 再去放大 然後再慢慢選 Ctrl- OK 另外的話 這一塊 這一塊把它選進來 OK 大概 所以有些細節 可能自己再慢慢的 像這邊繞一下 這邊繞一下 好 那底下 慢慢修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費工的 因為你可能要修得很細 然後繞 等於是全部檢查一圈 看有沒有 多的或少的 理論上是都把它選進 這一塊 他本來就有一點點 這一塊 如果嚴格講起來應該再讓他怎麼樣 再往外一點點 讓他比較平滑一點 OK 不要說好像不是那麼順 OK然後 再往上 假設這邊OK 另外 這一塊可能可以再把它選進來 放大一下 好像這邊有沒有 因為這一張圖的解析度不是很高啦 所以其實看起來也 沒有那麼明顯 好這樣子繞出去 然後再Ctrl- 你會發現再放大他就鋸齒狀 就已經 不是很OK的狀態 把這邊一樣再選一下 好然後再來往上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請各位盡量務必 把它選得越細越好 以後的話可以用解析度高一點的圖 你會 更有成就感 因為選起來的話會更加沒有破綻 所以盡量多多練習 可以把 這個自己做一些合成照片之類的 最好當然你也可以拿去沖洗看看最後 洗出來結果會不會 如你所看想要看到的 那這邊這個的話 就是從裡面 從裡面繞出去 OK這個其實真的要蠻細心的 而且滑鼠可能也不能太爛 不然滑鼠可能 像這個有時候會 造成你選 像這邊吹一腳 所以怎麼辦 再選一下 再選一下 OK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好功的 Ctrl加號 假設這邊又露一點點 不要不能有鋸齒狀 好像還是沒選到 再出來 好有 不過又再 再剩一點點 OK好這樣子 有沒有慢慢 這邊 少一塊 再一下 太突出了怎麼辦 變成剪 剪去的話就是從這邊繞過來 好 這樣這一塊 有點像青春痘 所以其實你的青春痘也可以把它去掉 好 哪一塊皮膚好的 複製貼到 皮膚不好的 蓋過去 皮膚好的 看到了就比較不會皮膚不好 那這邊的話 可以PS 那再來的話 上面還剩下最後的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把它加進來 變加的模式 加跟減兩個切換 然後Ctrl加 這個我想 因為太細了 所以我大概 做一下 示範一下 細節 如果有一些 還沒做的請自己再加一下 這邊也是一樣 OK 好 那最後做完的話 假設我們已經都改完了 Ctrl- 然後做什麼 Ctrl-C 移到背景上面 Ctrl-V貼上 不過他說什麼呢 要在背景上面 你會發現貼上之後 觀察一下他的右邊的部分 圖層1 所以 貼上其實就是圖層1 再來稍微把它移動一下 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 也許下方一點點 可以參考一下完成圖 大概到 這邊 陰影的地方 所以再上來一點點 OK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 把那個水管放過來 第一步就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動一下手 動畫 用來點